我现在是在纽约马哈顿的东村 前段时间因为这里的酒吧和餐馆门前有大量的顾客聚集 没有遵守社交距离 也没有佩戴口罩而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 而今天我们也是再次回到了这个社区 而我们走在这个社区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在餐馆酒吧门口聚集的情况好了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与每个路口都有这样的警察和警车 把手增强了警力有关 走在东村的街道上 我们发现餐馆和酒吧仍然照常开门营业 但是顾客较前两周少了很多 此时正值大多数餐馆和酒吧的happy hour酒水特价时间 但是店门口多则六七人聚集 少则二三人 更多的则是无人问津 且民众绝大多数仍然佩戴口罩 与此行程对比的则是每个路口几乎都有警察助手 时不时还可以看见警车在街区巡逻 此前东村人群聚集喝酒用餐 违反社交距离禁令 顾客不配戴口罩的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 引起了州长库默的注意 他曾在记者会上表示不要逼我去东村 如今这一现象大为好转 不知是州长喊话出见成效 还是警方增拍警力的结果 第二站我们前往了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 根据之前的报道 这一社区之前也出现了和东村类似的情况 但据我们观察 除了少数几家餐馆门口有10克聚集用餐外 多数的餐馆和酒吧仍是门可罗雀 根据州府的规定 纽约市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复工 餐馆和酒吧仍旧只能接待外卖服务 虽然市议会正在商讨户外用餐这一计划 但是最早也要在进入第二阶段复工后才可以实现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 很多酒吧在门口售卖方便携带的 简易包装酒精饮料 虽然疫情有所缓和 但是小心为上 我们还是建议民众在官方发话之前 仍然尽可能地待在家中 避免聚集 也不要违反社交距离禁令 出门也应佩戴口罩 很多酒店 Jaz北 很多酒店的毕童 我eh尽这些是 你不想地忍聚选 好的 你不想地忍聚选